大家好,我是香港城春柔 我现在呢在 现在在奥克兰的皇后街 早上晚上冷 风也大啊 现在有点热了 现在可以不用穿外套了 带大家看一下吧 新西兰我第一次来 奥克兰第一次来 这边的基建设施呢就比较 就皇后街这边还好一点 你知道吗 昨天坐公交 坐黑的吗 或者看着边上的建筑 就是比较老旧 比较破镜 呃就像十年前的 就像十几年前的 就是像老城区一样 就皇后街这边 就是看上去 现代化一点 就是高楼大厦 就是很市中 看上去感觉 高楼大厦 早上 六点 六点多 入住九点 然后睡了一觉 十二点 现在十二点 出门 奥克兰皇后街 哦不对 是凌晨 今天凌晨五点 坐公交车 坐地 第一趟的时候 呃 坐三十八路 机场外面 三十八路 出来 然后 手机没流量 然后 然后导航 看不到了 然后坐到终点站了 本来是 半路要下车的 然后终点站之后 唯一的一个车里 唯一的一个女乘客 她 我问她 我说 我就要去这个地方 怎么弄 她又帮我导航 导航 然后告诉我 然后 我又 转三零九路 本来我中途 是要转三零九的 然后坐到了终点站 终点站之后 我又转三零九 哇 瘦瘦发抖 好冷啊 凌晨 那个时候很冷 瘦瘦发抖 奥克兰的天气 比细腻还冷 瘦瘦发抖 等了 幸亏只等六分钟 然后三零九来了 哎 三零九的终点站 竟然是 Queen Street 哎 我当时还跟司机说了 我说 Queen Street 司机点了点头 哎 真的是 然后来到了 然后 你知道吗 然后司机也跟我说 我说 369号吗 396 还396号吗 然后司机帮我导航 哦 指了个方向 我就沿途往回走 往回走之后 我在路边的一个 大酒店的大厅嘛 我又进去问 那个前台 那前台很好的 他就在电脑上 嗯 用中文翻译 英文翻译中文 给我打字 打字 然后跟我说 他说 你要去这个酒店吗 我说是的 他说 他可以带我去 就在 就就在边上 的确挺难找的 是往前走 要左拐的 然后我说 好的好的 一个 so friendly 他说谢谢 哇 真的挺好的 我真的 这里就是皇后街了 这条街 大大街 我住的 就在皇后街边上 啊 我的酒店 是喜来登酒店吗 啊 我们国内都有的 然后我也是 第一次住挺好的 我六点钟来 六点十五分 进入酒店的 早上一大早 然后 呃 店头了 他拿出那个刷卡机出来 我说 我说为什么 后来他翻译了一下 就是我才明白原来是要押金的 哦 押金两百刷卡 我说我不刷卡现金可以吗 英文说的 然后是他说可以的 啊 刷卡两百押金嘛 后来我给他两百两百现金 然后他后来就只需要一百现金 押金只需要一百就行了 哇 这边就主街了 哇 酒店很方便 我我选的酒店太对了 就住在附近 然后价格也还可以 然后现在就你看一走出来 走两 走三五分钟 你就就在这条主街上了 我要去买一件衣服啊 比较比较冷 晚上比较冷 我得去买一件衣服 总的来说挺挺舒服的 然后酒店环境很好 感觉像四星期 四星期酒店 一个晚上 我是在我们国内一个某个APP上订的 然后呢 他上面所有优惠的 反正是七百块 一个晚上七百块人民币 你们觉得贵吗 七百人民币 纽币的话是多少啊 一百多还是两 一百多吧 纽币一百多 一个晚上 人民币七百一个晚上 我觉得还可以了 房子空间比较大 还挺舒服的 哎呦 早早晚温差大 早上晚上 哇好冷啊 现在挺暖和的 有点出汗了 这边 在奥克兰皇后街这边买了两件衣服 在这个店里 在这个店里 两百七 两件 打30% 有些打50% 打完折两百七 现在往回走 晚上很冷 风很大 早点休息 我又要去钱了 明天明天去 去 恕熟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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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